深圳雷曼光电这家国内首个上市的LED显示屏公司 自创立以来目标一直是致力成为LED行业的领军企业 2014年起该公司开始布局COB技术 经过多年坚持研发创新和产品迭代 由雷曼光电研发的世界首台基于COB COB技术的8K163寸超级MicroLED剧目 近期已正式推向市场 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在新型显示领域的技术 达到了全球顶尖水平 那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 我们率先发布了这款产品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国外的同行 目前还不能够有同类的产品 而这样的产品呢 突破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的门槛 能够进入家庭和室内 以前的8K的产品 做不到163寸 在互联网时代 尽管以示内容为网 但人们对于图片 视频本身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高清化的呈现在加速 走进雷曼光电的产品展厅 犹如置身于一个由最新超高清显示产品组成的世界 各类极具科技感现代感的超高清显示屏集中于此 令人目不暇接 一块由裸眼3D显示屏打造的海洋世界里 海底生物们呼之欲出 电视从二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个CRT 然后再到液晶LCD 然后现在再到OLED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 其实开始向4K 8K 还有超大尺寸 这个方向发展 一个产业要发展 企业创新是原动力 政策则是风向标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 推动中国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时尚快车道 针对政府最近推出的二十加八政策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利于深圳企业实现一个产业的聚集 实现一个定向的扶持 实现一个群体的突破 我们深圳的企业 它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一种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发展速度 它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包括低碳环保 包括协调发展 包括他们的创新发展 各个方面正是需要这些政策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